現在來測試的是一項新的設備 它有一點像HUB 可是它又是AP 目前是名稱叫R1S 它是由AM的CPU所組成的 所以 它的耗電量 不到10瓦 不到10瓦 它有一個 對外的網路孔 還有三個RAM HALL 以及HDMI輸出的影像 有USB設備 可以接 那它進來的畫面 看得出來類似Android的畫面 它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在它的無線網路管理 在設置裡面 還有一個路由設定 在 無線頻道的部分 它有兩個頻道 有2.4G跟5G 那裡面有 所謂的穿牆模式 這是我個人車道 在兩道水泥牆之後 還有信號 信號它可以足夠讓你上網 算是 無線 AP裡面 這信號算是相當強的 如果你需要很強的模式 你就把它設成穿牆模式 還有 2.4G跟5G的頻道 所以當2.4G是 塞車 或者是因為頻道的問題 影響了 你可以選擇5G上網 那5G上網 可以避開 頻道問題 還有連線的問題 所以這一款 號稱可以 讓30個以上的連線數 同時上限 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區域網路設備這邊 區域網路設備這邊 它還在調整 那目前我是發10到 100到200 之間的IP 個人比較欣賞的是這一款 它在 Wi-Fi這邊 當AP的設定裡面 還算不錯 那待會我們來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能讓30個以上連線 而且正常 我們使用我們的手機 來連上 這台AP 我們把Wi-Fi打開來 然後點選 那眾多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R1S 5G 還有R1S 2.4G 那目前我都沒有設定 Key 方便可以快速連上去 那我現在連上5G 連線 看得到嗎 它馬上連 就已經連上去 已經連上去了 已經連上去了 目前這樣就已經連上去了 那我試著連上去 那我試著連出去 好來看一下瀏覽器 試試看 這是連回阿蘇斯的網站 目前看起來是OK的 還蠻算順暢 好我們來測試2.4G 設定 Wi-Fi 這是使用5G的連線 當你的行動載具有5G的時候 它可以接受5G的連線 那如果我的行動載具是2.4G 已經連上去了 那相同的 我們來 連上網路 我們這次連別的看看 好這網路的速度 也是夠快 那這樣子就可以 這個AP就可以讓 兩個 兩個設備連上去 那我們來看畫面 現在有幾個 設備租用了這個設備 連接設備數是2 表示我現在我的手機 連上這一台 R1S這台 設備 目前看得到的是連線數有多少台 29台 29台 用無線網路連上來 可以連上29台 我準備了30台的小筆電 不過有3台壞掉 讓每一台都使用 無線連線的方式 連上 我們 R1S的這一個 AP 那這一排呢 共有16台 好這一排有16台小筆電 好這一排有16台小筆電 也都連上 也都連上了R1S 那這個如果座位有4台小筆電 也連上了R1S 最後這一張位置 有3台小筆電 所以總共是27台小筆電都連上了R1S 好我們現在 統一來播一個 教學影片檔 大概是6分22秒的教學影片檔 我們在 可能是2台小筆電 我們在 5台小筆電 有16台小筆電 去1台小筆電 5台小筆電 6台小筆電 5台小筆電 在我們新北市教育發展 digo 鄧 橘子 工作室 高貴環節 若重陷失這 isto PP Turát 先 Alex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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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